为了减少人对猫熊宝宝的干扰 四川猫熊基地的幼稚园 向来是管制非常严格 不开放进入参观 也不接受志愿者 不过这一次破例的 让台湾跟四川的大学生 来这里当志工 和竹笋喂牛奶 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还有人被猫熊宝宝熊抱 开心得不得了 想要这么靠近猫熊宝宝 在四川避风侠熊猫基地 几乎不可能 不过为了远道而来的台湾大学生 手术破例 让他们体验当个奶爸奶妈 一大早挑竹叶 砍竹笋 小家伙们早就迫不及待 几只饿坏了 趴在栏杆上 挤来挤去叫啊叫的 志愿者七手八角泡牛奶 狗奶粉和奶粉各半 温度还得控制在37 38度 否则宝宝可是会拉肚子 赶紧开饭咯 这些不到一岁的猫熊宝宝其实牙齿都还没有长好 所以只能吃竹子当中最嫩的竹笋的部分 走了 醒了啊 醒了 自哭自啃的津津有味 毛一早上同学们直呼好幸福 很感动 因为它们很大的 这么大一个生物就在旁边 然后还可以抱住我这样 你有摸它吗 有有有摸它 但它的毛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软 看到它就像你扑过来的时候 然后那种喜悦之情 乌眼 接着观察每只幼崽的行为模式 不过眼前三只抱在一起 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我的翻到上面了 你的在下面 这些爬树高手 有的会在树上一待十几个小时不下来 不管什么姿势都让人看了心花怒放 记者余威尤德四川雅安采访报道